你怎么会变成了 以前我是疯 像那个癫 本王累疯了 愁一位幸运观众 替本王扛下所有 所有的事情就是 不喜欢藏着掖着 不喜欢装 不喜欢干嘛 就是有事就只给 直接走那还说什么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 A就是太那个了 B又有点那个了 我应该是AD 这就AD的租和 我这感觉感觉就是 我们俩当他的面亲嘛 这感觉很羞耻这个事 而且确实也拍的挺郁的 哈喽 又顾全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学义 刘学义是慕容锦和春花燕 之前在采访中说 锦和这个角色 是所有饰演过的角色中 最颠的一个 眼颠的部分 是不是比较过瘾 比较爽 对 其实这个戏演得蛮爽的 蛮累的 虽然他经常坐在轮椅上 但是他实际上 不欣慰 他也就是内部情绪很大 因为每天重场戏太多的话 他可能就会很累很耗神 拍摄那段时间的状态是怎样的 就是想发疯 每天就是想发疯 发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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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疯发疯发疯 对 自从演完了这个戏之后 我就更颠了 以前我是疯 现在是颠 所有的事情就是 不喜欢藏着掖着 不喜欢装 不喜欢干嘛 就是有事就只给 王爷的颠 有哪些是你给他出门画册的呢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现在大家都在聊的那个什么吃馒头那个 对 那个原剧本不就是那个馒头 是砸到我了吗 但是他只要是落在我身上了 我就自己就是 那就吃的 包括对梅林那个绳子去勒的那个 那也是 那个我们一块想出来的 然后换了一个方法去诠释这个东西 并没有写怎么样表现怎么 那时候我们在现场 可能是一遍一遍的 我们去 大家一块商量出来的 这种东西 在看剧的过程中 感觉你给王爷配的音也特带感 预测会掀起一场封批锦和学 分享一下你给王爷配音时 有掌握哪些精髓 其实 它锦和它是分几种状态 它人前的时候可能就是 就找那种要死不活的感觉 声音慢吞吞的 然后拖一点尾音 有一点韵味 然后又找一种病交感 感觉随时都要掐死 跟对面那个人说话 那个人的感觉 白鬼主帅 十全十美 后面呢 人后呢 他正常处理事情的时候 那就是比较正常 就是一个干练型的 本王的女人你也敢碰 信不信本王废了你 你比方说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又是另外一种 又是正常的 就是充满感情的那种的 你方才说的 是真的吗 我 慕容锦和 做你们家的坠序 对这三种是不一样的 就看观众喜欢哪样的 下面我们准备了几句锦和学 需要用发颠的语气读出来 本王累疯了 抽一位信仪观众 替本王扛下所有 不要激怒一个疯子 疯子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本王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接下来是情景题 假设慕容锦和在内娱当演员 情境一 当慕容锦和起向金组时 被通知角色换掉 推着他的轮椅就赶紧回家了 他肯定他是一个想赶紧下班的人 直接走那还说什么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 那刘老师本人呢 本人我跟他一样 我不用推轮椅 我推椅扔着一边 我就一学其技 我站起来就跑 情境二 帮好友留学艺求职一个吃西餐喝咖啡的戏 慕容锦和一般都是直接就是命令 你给他安排好 情境三 在机场慕容锦和被粉丝喊 老公你真帅 慕容锦和会怎么做呢 你让开 剧中有很多名场面 我们总结了一些关键词 需要你来谈一下对应戏份的感受 或是幕后故事 你想隐身成我 我不选 你想就转上 我偏不选 烟粉蛙粉 对 景安真的很不错 就是 就是那个花呀 他都在他脸上 他可以闭气一动不动 然后我 因为他不知道我手什么时候上 因为人自然反应就是 我如果把他脸上的花一剥开 他肯定会动一下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然后 拍的还挺顺利的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最讨厌书 但是我愿意 这辈子都书给他 表白戏份 很顺利 我跟景安因为关系很好 然后大家 在现场 有的嘻嘻哈哈 经常怎么样 包括我们对于这个剧本的理解 也都是很相同的 剧本唯独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块沟通 探讨 所以在拍的时候 两个人也都很带入 然后也很顺利 哪一场表白的戏份 最印象深刻呢 印象深刻应该就是 拍那个 就真正决定在一起的那个戏 那场戏其实特好玩 是我主动欣赏他的 因为我很激动 我拉了过来 我就欣赏去了 尝试了好多 然后吴锦岩都出表情包了 拍了好几遍的原因是笑场了吗 没有就是因为亲日亲日后面 还有一个小孩来 那个二牛 我们这次来的二牛 就感觉很转很大 感觉像十三四岁的样子 我就感觉感觉就是 我们俩当他那面亲吧 就感觉很羞耻这个事 如果三四岁的嘛 就完全不懂 就跟摸摸他的头怎么样 就感觉十三四岁 就感觉就有点羞耻了 就反正就很好笑 除了刘盈吻外 还有哪一场吻戏印象深刻 其实还是浴室吧 而且确实也拍的挺浴的 离开了刘雪毅 谁还把我们当成年人 其实这场戏也享受了一下身材 拍摄前有做了多少努力呢 也就是那个 稍微控控水 控控油 然后控一下主食 每出来一个新角色 都会被贴上一个新的标签 你觉得这次 会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呢 厌鬼戏嘛 厌鬼戏第一人 对 我就觉得还蛮抬行 因为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 应该是花见令的时候 是吧 我记得好像咱们还在说这个 官夫赛道 我就说我也不介意这种东西 那以后洗剥了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标签 所以你看现在又来了 对吧 我仍然也是不介意 然后后面有新的赛道 对吧 我也非常乐意去尝试 有看到不少网友说 你是顶级α吗 A就是太那个了 B又有点那个了 我应该是AB 这就AB的组合体 没有没有 可A可B吧 但慕容锦和应该就是O 慕容锦和不为名利 只为百姓 一直到最后也不忘初心 立比当下 有很多人走着走着改变初心 如何做到面对诱惑保持初心 边走边看吧 我觉得 人在当下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不一定是错的 只不过就是 我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 然后坚定朝自己的这个选择 坚定地走下去就好 所以也没有什么 在什么什么一次选择中 迷失了自己 我觉得人啊 最重要的就还是要选择 要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 无论什么都让自己开开心心的 嗯就可以了 在演戏这条道路上 给自己三个锦囊的话 会分别给自己写什么话呢 鞭策自己的就是不忘初心 然后作品要保证质量 保证自己这个对于工作的 这个状态的这么一个质量 然后希望可以有空的时候 多休息休息 然后争取能够再干的时间 再长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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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